凱撒路講求的就是康特選角 那對面選夜叉你們會選誰呢? 大聲告訴我 蛤?什麼?美娜 美娜是可以啦 可是那隻是自虐角 不好玩 今天教你們一隻秘密隱藏神角 絕對吊著打夜叉 他就是 艾蜜麗 哈囉大家好我是有個艾優格 如果你遇到對手是那種 前期打架就很強的角色 記得一開始出溫泉的時候 你可以先買一雙鞋子 在遊戲23秒之前 把鞋子賣掉是可以原價賣出的 超過23秒的話 你賣裝備經濟只會返還一半 這個要特別注意 那賣掉鞋子當然就是要出物防類的 像我們這場遇到夜叉 前期不用怕他 為什麼艾蜜麗絕對吊打夜叉 因為夜叉他在攻擊模式是屬於 攻速很快一直編一直編一直編 那剛好艾蜜麗開大的時候 每受到一次傷害 都會減少一個固定的數值 也就是說夜叉打我們 可以說是超級一樣 而且你看前期我跟這個夜叉隊 我的血量還是滿的 那個夜叉已經被我打到要回家補血了 這個蘇哈就是我的 在前期我可以透過一技能一直回血 只要我有藍 我根本不需要回家 一技能一直丟血量就一直回 超級爽的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穩定的發育 那前期我會推薦大家出物防鞋 物防鞋的話就絕對不怕夜叉 因為常常夜叉可能會聯手他的隊友 夜叉把你關起來 然後無情扁你 所以物防鞋還是必須要出的 那現在我就想說 這個夜叉接下來要跟我打的機會不多 你看他遇到我直接先跑掉 所以我就直接來斷兵線 斷兵線是為甚麼呢 你們注意看遊戲時間 現在1分半了對不對 我的等級吃完這波兵線上了4等 有了我的關鍵技能大招 也就是說現在的我 4等的可以直接跑到魔龍那邊去打架 那打架的時候你們注意看 夜叉他肯定會回凱撒路去清兵 等於說我們上路可以說是5打4呢 在前期大家的經濟都是差不多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人數上佔了優勢 那是不是很棒棒呢 但我們的薇菈一開始就被殺掉了 然後夸克也殘血 這時候我直接踹出去 再搭配納克羅斯的挑飛 這個開戰不得了啦 直接踹他們的靈靈 交了所以你還是得數啦 苦攻 苦攻 踹爆靈靈之後再回頭去幫忙一下我的隊友們 我的隊友們先來收一下美娜 而且我剛剛爆擊美娜好痛喔 最後我們的薇菈復活之後 直接給令月一套 然後這個夜叉現在才來喔 你的隊友肯定會問號你了 這就是凱撒路在前期 如果你調打對手的話 記得斷兵線迅速上4等之後 直接支援跑線 超級好用的喔 現在夜叉也來到了4等 其實我真的不怕他 你看喔 他追著我跑 我先等他二技能消息之後 再去踹他 這是關鍵喔 然後開大招之後你看 打我不痛不癢 直接把他踹爆 那剛剛有一個關鍵是 你打夜叉 尤其你要用踹的話 記得等他二技能 那個減傷消失之後 再去踹他 他這樣就不會有減傷 你踹他就可以超級痛 這個是小關鍵喔 大家一定要記得 那現在我已經領先太多了啦 這個夜叉呢 看到他直接踹 他也只能選擇開著他的減傷 直接往後退 這就是夜叉 你所看到的夜叉 我打到超痛 艾蜜莉在打個體單位的時候 傷害會額外提升50% 哇 那夜叉還給我跑去吃蘇花喔 他可能以為我跑線了啦 結果我沒有跑 他還直接開大跑走了 那我就把這個蘇花吃下來了 因為現在我要確定的是 那個夜叉 不能在我跑線的時候亂來 一定要壓制他的發育 因為現在我去跑線也不見得說 他們真的會在中路或魔龍路那邊開戰嘛 所以跑過去有可能是浪費時間 所以現在就是壓著夜叉打 他只剩下半血 所以半血他清完兵線 他只有一個選擇啦 叫做回家 那我現在天不怕地不怕 因為我可是7等的艾蜜莉啊 他們打以還在6等 直接踹爆 1踹2就是這麼爽 超爽 要不是對面那個塔有夠痛 不然這個1踹絕對沒問題 然後夜叉追著我 1技能回血之後反踹 還有你們納克羅斯 就甘心了啦 沒有他 我可能會被夜叉殺掉喔 回補之後呢 這個中路喔 是不是沒有人手啊 該不會 我跟納克就拆掉了吧 因為現在遊戲時間5分半 外塔沒有減傷了 賺爆了 下路拆掉了 中路也拆掉了 那我前期還會偷出一個騎士板架 要確保說夜叉跟對面的打野 他也是普攻類型的嘛 是打不死我的 那我這邊稍微做蹲點 我來等納克吧 納克吃完紅之後 我們就可以無情2打2 這邊夜叉關了我 我其實不想理夜叉 夜叉吼 關了我他就跑掉了 直接放生打野啦 哈哈哈 他放生的非常對喔 不放生夜叉自己也會死掉 真的 適時的放生喔 不要讓你們隊伍 這個損失太多的人頭 也是好的啦 那我們再去上路 不對 再來去上面吃個兵線 看到這個逃跑的夜叉 看到他就是踹 他看到我呢 只有選擇逃跑 這個就是夜叉 打艾蜜莉的下場 所以下一次你遇到夜叉 你不一定要選美娜 因為美娜真的是自虐角 夜叉不打你 你沒有被動可以疊 你就不能一直轉圈圈 那艾蜜莉不一樣喔 夜叉就算不打你 你可以追著他打 這就是艾蜜莉 好狂 好狂 怎麼會這麼狂 而且他們還把美娜選下來 該不會想說 他們選了夜叉 怕我們選美娜 根本沒這回事 我本來就沒有要選美娜 一開始看到夜叉 艾蜜莉就直接選下去了 手刀直接描選 這個下塔我踏不掉 差一點點 然後這個令月 噢 有夠痛的啦 太痛了啦 我說過 只要有藍 就不用回家 所以吃個藍 我的一技能丟一丟 血就回來了 不用回家喔 那寡克拉到了 而且 神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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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啦 那我來一個 閃出來 蹦蹦 暴擊2700 夜叉直接 say goodbye 他直接唱歌唱到破音啦 say goodbye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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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這個下塔 下路高地 拆完之後 中路的高地呢 也要來了 這該不會 8分鐘要結束了吧 應該沒有那麼快 因為他們差不多要復活了 那因為我是比較屬於全弓類型的艾蜜莉 所以你要我直接衝到主堡那邊去殺好 我有點怕怕的 因為我很怕被逆轉 尤其我現在8顆頭死0次 被殺掉的話 他們會拿超多的終結獎金 所以我這邊打得有點保守 但是呢 又有點忍不住 就覺得好像可以直接結束遊戲 可是只有我跟納克在玩遊戲的感覺 其他隊友咧 哇 我跟納克 我被關了 我一樣在裡面踹 他們打不死我 但 你們知道的 這個狗角呢 令月就是這麼痛喔 太誇張了吧 我真的覺得令月一直不削弱 不覺得空方 官方管一下令月好不好 這真的是 大順風也不敵令月 兩個二技能 啪啪 不見了 沒事啦 沒事啦 至少我現在是有點怕對面 你看 現在只有夸克在我附近 所以我不敢打 如果納克在我附近 我真的會直接踹上去 我有瞬移 我一定會踹他們的那個令月 秒踹啦 你看 哇 一二三四 我隊友都來了 我們先清一個兵線 該是結束遊戲了啦 不能拖後期啦 拖後期我 我怕輸掉餒 對面太多後期角了啦 來 閃踹 大招一開 對面打野 對面打野 直接死在這裡 然後 然後 華克又有一個神奇 那我現在呢 買下了王者之劍 我們來去溫泉 踹個令月好不好 舉雙手贊同啦 踹進去 遊戲結束了 這個艾蜜莉 一個凱撒路 本身在前期就是一個邊緣的路線 居然打了35% 所以在前期跑線支援 真的很重要喔 我也以為我35%很扯啊 但是你們看對面的令月 令月的輸出 50% 官方 你管一下 你們家的令月 會不會太超過啊 我是幼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